星期天我和李华一起去动物园 我们到了动物园 李华提议说 上午我们可以先参观动物 下午我们可以观看表演和参观博物馆 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动物 我觉得他的建议很棒 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我们进入动物园 我们先看到的是大熊猫 李华告诉我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动物 大家都很喜欢它们 因为它们十分可爱 我点了点头 我感到十分骄傲 接着我们看到了老虎 狮子等等 它们很威风 就像森林之王 但当我看到它们露出尖尖的牙齿时 我感到有些害怕 李华安慰我说 你不要害怕 它们出不来的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大熊猫 大熊猫在吃香蕉 李华告诉我 人类是由大熊猫进化出来的 我感到很震惊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大熊猫长得和人很像了 之后我们看到了长颈鹿 饲养员对我们说 你们可以拿树枝喂这些长颈鹿 它们很喜欢吃叶子 我拿着树枝喂长颈鹿 它们吃得很开心 我感到很激动 这是我第一次和动物们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上午的最后一站 我们去参观了鸟类 我们看见了许多鸟 比如鹦鹉 白鸽 和孔雀 我最喜欢孔雀 因为它们的尾巴十分漂亮 李华最喜欢的是白鸽 因为他认为白鸽象征着和平 他希望世界和平 下午我们去了海洋博物馆 我们看见了鲨鱼 海龟 水母等等 鲨鱼有着锋利的牙齿 它们游动的速度非常快 海龟和鲨鱼相反 海龟身上背着重重的龟壳 它们游动的速度很慢 水母是我最喜欢的海洋动物之一 有些水母像蘑菇一样 有些水母会发出光 另一些会变化出不同的颜色 我认为十分好看 我们在海洋博物馆内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最后我们看了海豚表演 海豚十分灵活地在水里游泳 它们用鼻子相互传球 当海豚跳出水面 我被震撼到了 李华告诉我说 海豚被称为是微笑天使 因为它们的嘴天生像上扬 它们看起来像在微笑一样 动物园之旅结束了 我和李华都十分的开心